每家人爱 众生爱 地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漫长人生的路上 有幸能以佛法为方向 菩萨为伴侣 开启众生更广阔的心灵世界 丰富了更多生命的能量 用爱心和慈悲来拥抱世界 自古以来 佛教对韩国极有很深远的影响 尤其在历史上的新罗时期 佛教几乎成为新罗的国教 高丽慈悲巡礼 今天在海涛法师的慈悲引领下 就来到了创建于新罗时期的千年古差 也是大丘市最著名的景点 童华寺 童华寺 位于大丘市东北方 岭南最高峰八宫山之南侧 是新罗赵之王十五年 西元493年时 吉达和尚所建 本名为于且寺 直到新德王七年时 由新帝王师所重建 因为冬季梧桐树依然盛放 故改名为童华寺 这里也是管理大丘庆北区域的 大韩佛教曹西宗第九教区本寺 入口的山门处即是永户门 永户门内 供奉着四大天王 与附近的苍苍古墓 守护着这座千年古差 走过小桥 清澈的瀑布倾泻而下 流水缓缓流过 仿佛为纷纷扰扰的梭婆世界 注入了菩提绝音 环境十分静谧情忧 走进童华寺 迎面即是凤七楼 传说中 古代曾有凤凰飞来这里起洗 并生下了三颗蛋 雇蜜蜜 经过了凤七楼 即来到了正典大雄殿 大雄殿是从1727年创建之后 包括念佛安等六个尼庵一并保留下来 同华寺内 供奉一尊高耸著名的统一药师如来佛巨型的圣像 慈眉善目的药师如来 右手结怨意 左手同宝珠 垂眉凝视十方法界 无数的云云众生 鉴于1992年的 白色药师如来大佛 树立在山林间 高达33公尺 希望借助如来的佛力 以集聚国民 对于实现统一的愿望 可见世界和平 是人们所共同追求的信念 另外 在佛像一旁的法华宝宫内 还供奉着缅甸政府 所赠送的22块 释迦摩尼真身设立 非常的珍贵 众人来此 有幸亲身瞻咬佛陀设立 养止佛陀极为殊胜 更应发起菩提心 以感念佛陀当初社教之恩 并精进修持 迈向正觉之路 除了佛陀的真身设立之外 法华宝宫内 还展示许多古代的佛教文物 包括佛像浮雕 黄金设立宝塔 法华金 雕刻铜板 大藏金板等 现场还有雕刻师傅 亲身示范木板浮雕之制作及解说 大佛前还有一对外形植仆 古色古香 高17公尺的石塔 以及另一对高7.6公尺的石灯雕像 以及莲花的装饰等 与寺内的许多文物都列入保护古籍中 铜华寺内历史悠久的斑驳凉木 上面彩柚 已经渐渐吞色 露出原本淳朴的木色 走在历史的沉寂中 似乎跨越千年的时空 令人沉淀纷乱的心灵 从心中升起平静 安详的沉静 借着保存这些古物 也展现出古代修行者 对诸佛菩萨前进之心 那是一种坚定及信任 可以放下许多的不安及忧愁 当离开城市后 为后人留下希望及光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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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慈悲心》 是一股爱与温暖的力量 犹如孩子对慈母所流入的 如母真情与关怀 自然地爱护一切如母的众生 并引导一切众生 法界友情 走向究竟的离苦得乐之道 大众来到了 釜山闹区中的渔市场 法师们集合众人之资 买下大批的鱼铲 随机抢救无数的水族生命 随后来到海港边 大众在法师的慈悲带领下 修持放身衣柜 为雾命撒尽 即挥舞着佛旗 这些幸运的水族 仿佛也倾听了众人的慈悲祝福 随后大家同心协力 小心翼翼地 将一箱箱的物命 依序放生回大海 使得无数濒临死亡的生命 重获生机 一箱多少钱 四箱一百块美金 四箱一百块美金 祈愿这些宝贵的生命 都能蒙受三宝护佑 脱离三途八难 长生人天善去 行程中继续来到了 位于首尔陈北区的高丽大学 高丽大学是韩国一所著名的 私立高等学府 属于研究性综合大学 创建于西元1905年 韩国历来许多的著名学者 及政要皆毕严于此 海淘法师带领着四众弟子 造访这座韩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 并应邀为大众佛法开示 刚刚各位在念 这也是一种修行 就是你念的时候 你要看到那个佛 那你内心就会很有力量 当你眼睛看到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会进入你的心里面 然后你的痛苦烦恼好像就会过去 这个很重要 就像你把水里面加了糖 加进去了它就会甜 所以我们叫念佛 这样的意思 那你看心经 你念心经 那就像在打点滴 好 所以一开始我会念一些咒 就是奇请佛菩萨降临 那各位你想什么呢 你要想说 我坐在这边 愿我的爸爸爸妈健康 愿我的祖先得到超度 要这样想 甚至我们过去有吃肉 或是老妈妈有堕胎小孩子 今天她也参加法会 她可以超度 要这样想 也就是说 佛教里面讲说 我们坐在这边 希望高丽大学 所有同学都得到功德一样 希望楼下餐厅 被吃掉的鸡啊肉啊鱼啊 他们很痛苦也得到超度 所以佛法就像太阳一样 当有人在念佛 一个人在念佛 他就像太阳放光一样 所以我们一个人在念佛 一个人在诵经的时候 并不是我一个人在诵经 而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所有佛力量就连在一起了 就像你的手机 一打开跟卫星屏幕 就连在一起了 虽然很多人在念佛 他不懂了这个道理 念着念给自己听 他力量就小一点 那我们大乘佛教 韩国啊中国啊 都是流行大乘佛教 这个大乘 就有一点 你就是开飞机那个人 后面人都在睡觉没关系 你认真就好 你一个人认真 后面的人就平安到达那个地方 所以我一个人在修行 爸爸妈妈会得到好处 祖先得到好处 你的身体也会好 你的周围也会好 就像各位 有没有读过地藏本愿经 有地藏经就说 有一个人专心念地藏经 东西南北一百公里就有那个力量 一个人 四百公里都得到力量 所以我想大乘佛教为什么念佛很重要 或是你在家里修行很重要 你在家里修行 或是你在火车上 公车上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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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部车就平安了 所以普门品上面会说 有一条大轮船快翻掉了 大鱼要吃掉了 这个船上有一个人念观音菩萨 整艘船就平安 但是各位奴要得到快乐有钱多布施帮助那些可怜的 还有一种布施不要花钱 各位女婿吃饭 他们餐厅很多鱼啊被杀掉 肉啊 你嘴巴就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也是布施 因为他们死掉了 或死之前 有人替他念佛 或阿弥陀佛 他就可以脱离轮回 脱离地狱 你不用再做出身被杀 就是你有慈悲心 为他们念佛 所以这学佛的好处 很多人说 我晚上带你去殡仪馆睡觉 哦 no no 你家里也有殡仪馆 冰箱打开就是殡仪馆 你都不会觉得恐怖 事实上各位 你要干干净净健健康康 不要吃肉 多吃素 那如果你现在还在吃肉 没办法 那至少多放生 好不好 佛经说 你吃过鱼 你这辈子放十八只鱼 过去吃鱼的业障就消除 放十八只鱼 西藏人没办法 那边没有蔬菜吃吃牛 至少他们知道 我一辈子放一只牛 我可以消除吃牛的业 那所以各位我想 虽然韩国放生很贵 但是汉江真的很美 那有些人说不行不能放 没有理由 反正你丢下去就OK 一只鱼两只鱼又不是几百个人在那边 没人会注意你的 但是我希望各位去做一件事情 多撒一点点米或面包 放在盒里面 鱼梅的池啊 所以佛经说 不思食物 生生世世 长寿 健康 身体发亮 讲话有力 很幸福 很简单 在讲座中 海淘法师并慈悲带领大众 修持诗诗仪轨 让在座的韩国行众 及学子们 对诗诗仪轨的书胜及内容 有进一步的认识 并升起信心 将宝贵的法源散播出去 让更多人及十方有情 受苦的众生 感受到此一殊胜妙法的利益 以远离一切的灾难 共臣佛道 黄昏时刻 一行人继续来到了曹西寺 曹西寺位于首尔中部的 中路区 道路两旁布满了经营佛教用品的商店 每当华登初上后 车水马龙 总吸引许多的人潮前往商店选购 虽然位于首尔市中心的水泥丛林之中 但曹西寺本身却保留有古仆风雅以及庄严的气质 建于1395年李氏曹仙初起 是曹仙佛教中曹西宗的主庙 在韩国佛教禅宗中扮演着领导的地位 香火鼎盛 曹西寺山门有大型的四大天王守护着 两旁的对脸 以心传心适合法 佛佛祖祖为此传 曹西山上亦轮月 万古光明常不灭 吸引四方的信众 潜心朝礼境地 瞻仰如来的千福轮向 在吴史节以来的浩浩说破中 仿佛早已如实预示了成佛之道 曹西寺大雄殿 外观由精致的彩绘 与琉璃壁画拼贴成 金雕细作 极为宏味 大雄殿修建于1938年 殿内供奉着三尊金身大佛 分别是药师佛 释迦摩尼佛和阿弥陀佛 分别代表着过去 现在和未来 殿内庄严树木 还能欣赏到佛殿中 各色美丽的丹青 信徒们来到这里 前程和时 跪拜佛前祈愿祝道 万德庄严中 升起上贡诸佛 夏季六道的慈心悲愿 也祈愿在佛陀慈光谱照下 众生皆能仰仗佛恩 永托三徒 获得旧金解脱 大雄殿对面 有一座于1930年建造的七层石塔 石塔内部 供奉着佛陀的真身舍利 此舍利是由斯里兰卡的达摩波罗 于1914年迎来韩国 很多信徒会在这里 持相祭拜 瞻仰慈容 寺内的法堂 是佛教活动的重要场地 每年都会举办经文 诵经 讲座或祭祀等大大小小的仪式活动 每年更固定于佛诞节前后 举办燃灯会以及请典 行程继续来到了位于首尔市中路区的云县宫 云县宫是当地一处 在韩国近代史中著名的古迹 原本是朝鲜王朝高宗之父云县军的旧宰 也是云县军治下的政治中心 高宗在1863年12月即位后 即扩建、重修此宅 并将之命名为云县宫 曾经叱咤风云的云县宫 如今云县宫的规模已不复当日 令人感慨历史的更异 以及人生的无常 现今云县宫除了展示云县军遗物 并且成为古代高丽生活用品的展览馆 其典雅的建筑物 也成为首尔地区具代表性的含屋 各地莫名而来 争相倾度云县宫风采的参观者 若以不绝 首尔另有一处著名的百年古迹 为白陵纪家屋 白陵纪家屋于1913年建造而成 占地3000平方公尺 防射是利用压绿江黑松当建材建造 此乌宇是北村寒乌村中最具代表性的寒乌 乌宇的最后一位主人 是著名的外科医生 白陵纪博士 因此后来即以白陵纪为此文物的名称 白陵纪家屋内 室外为青瓦白墙与飞檐 以及宽广考旧的园理设计 整体洋溢出古色古香 室内则有明亮的落地窗 干净的木质地板 以及色彩多样的摆设 将久远以来传统的生活气息 藏在历史的运辉中 仿佛近代韩国人的生活缩影 最后一行人来到了首尔佛光山寺 该寺为台湾佛光山寺的韩国分院 位于韩国首都首尔市中心南山地标的下方 临近交通方便、四通八达 是闹钟取尽的一座七层楼庄严道场 首尔佛光山寺设立于1999年 内部格局典雅 被誉为佛教传统与现代化的结合 主要在发扬汉传佛教的教法 并推动创办人新云大师的生活佛教 人间净土比念 即实现佛光普照三千届 法水长流五大洲的理想 慈悲的海涛法师 召访首尔佛光山寺 常驻法师在惊喜之余 特地邀请海涛法师及随行人员等 参观佛光山寺各楼层的设施 并合影留念 也为韩国慈悲寻礼的行程 画下了圆满的句点 好 红一条红 谢谢 不愿意 好 感谢 下次呢就提早给我们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借由佛陀博大今生而慈悲的法教 在韩国得以片处传扬 更应历来许多修行者的滋滋情形 代代传承 让佛教在韩国随着历史的成绩 而更加的发廖广大 近两周来 大众在海涛法师慈悲的带领下 朝理韩国各地的明山圣境 历史古长 感受到诸佛无量的悲心及慈爱 令大家深深的体会到 修持佛法 启发菩提心 关怀众生 是让生命成长最好的方法 也祈愿未来在菩提道上 继续追随海涛法师的慈悲心律 在世界各地 传扬佛陀的慈悲智慧 点燃人们心中光明的烛火 回向人心慈爱 情修实善 使十方友情同目佛光 同享法音滋润 广积福慧资良 圆满众善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重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供香 粉 药供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动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杨黄宝灿暨鱼茄艳口法会 恭请法务指导僧众主法 日期9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租为60-3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火车 等待见 空火车站前备有接火车站前备有接火车主 cha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